日本小麗園群岛火山今年8月份喷发 火山浮石漂流的范围持续扩大 11月底是到达了台东屏东的沿岸海域 而日前在花莲北重重德板下海岸七星潭海域 南道10梯坪都发现有零星踪击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2岸巡队表示说 数量有增加的趋势已经密切在关售当中 也通知渔船注意航行安全 花莲近日新发现火山浮石 随着洋流漂流到南与七星潭达仁溪出海口等处 花莲海域最新的状况是根据第12岸巡队副队长杨士逢表示 岸巡人员最近在重德板下海岸七星潭封兵死踢屏发现火山浮石 有的在外海漂流也有被打上岸季 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有的细如沙石而最大的约有网球大小 应受到日本小立原台底火山爆发之影响 近日陆续在石梯西星潭以及板下一带海域发现火山浮石 在这边呼吁渔民朋友在海上作业时 如发现火山浮石请尽量避开航行 以免引擎吸入火山浮石恐怕造成机械故障影响航安 相较于屏东台东花莲海岸火山浮石数量虽然不多 目前还未发现影响生态 但是火山浮石的质量轻 在海面漂浮若有行驶过的船只不慎吸入引擎 可能会导致机械故障 因此也特别提醒作业的船只能够多加注意火山浮石的出现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到